Odia Jungle 对于美国空军来说自然不是什么好事情,毕竟叙利亚和俄罗斯目前站在同一条阵线上,一旦JASSM交给俄罗斯,俄罗斯完全可以复制JASSM,并且装备在本国的战略轰炸机上。 而这种事情也不少见,仅在苏联时期,两国就互相仿制过对方不少装备,而捡到导弹进行复制这种事情也发生过很多次,苏联第一枚空空导弹就是在美国导弹的基础上进行研发的。 更有趣的是,这款导弹还是美国空军和中国空军的交通中坠落的,JASSM无疑是现在最先进的战术巡航导弹之一。 虽然这款导弹拥有非常强大的打击能力,但毕竟只是一款射程不到1000千米的短程巡航导弹,相对于射程高达3000千米以上的AGM-86远程战略巡航导弹,JASSM的射程不足。 但能够战斗机挂载且保证足够打击能力的导弹也仅此一款,按照JASSM的重量和尺寸看,美国空军的F-18、F-16等战机,可以一次性挂载4枚,而F-15一次可以挂载6枚,而战略轰炸机如第一臂完全可以挂载24枚,这是战斧都做不到的。 此外相对较大的弹头和短粗的外形也限制了这款导弹的射程,而保证威力和隐身性能的情况下,最初版本的JASSM-MG拥有不到400千米的射程,改进以后的增程型才拥有接近1000千米打击距离。 俄罗斯拥有和JASSM外形类似的先进巡航导弹,即已经在俄罗斯空军中装备的KH-101型导弹,这款导弹是当之无愧的战略巡航导弹,其发射重量就在2.2吨左右,长度达到7米,是一款只能由战略轰炸机携带的战略级导弹,且射程也达到了4500千米以上。 虽然先进,但这是一款和JASSM完全不同的型号,一旦俄罗斯真正获得JASSM导弹,其完全可以在KH-101和JASSM的基础上,研发一款先进的战术巡航导弹,用于装备俄罗斯空军。 俄罗斯空军现在还拥有大量先进的战术攻击机,如苏24和苏34型,这两款攻击机在叙利亚战场上都经常出现,且拥有强大的打击能力,尤其是苏34型。 这款战机在苏27的基础上改造而来,不但尺寸庞大,打击能力也非常强,但最大的问题,就在于没有先进的弹药,而一旦新型弹药研发成功,就不存在这个问题。 且JASSM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隐身能力,一旦隐身外壳被破解,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完全可以针对这款导弹的频率调整防空雷达,让这款导弹的突防能力降低到极致,保证俄罗斯防空系统的拦截能力。 新导弹首次执行实战未能爆炸病,不是奇怪的事情,但美国此次作战,并非以往的欺负小朋友,而是和俄罗斯空军面对面对决,在这种情况下,只要出一点错误,就很可能被对方获得胜利。